上一回的节目呢,我们讲到了 Toyota 在 2023 年即将来到马来西亚新车 所以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就做另外一家日本汽车制造商 Honda 可能在 2023 年引进马来西亚的新车 来看一下有哪一款车是你期待的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第一款来讲到的车是 Honda BR-V 我相信上一代的 Honda BR-V 大家应该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为在那个时候马来西亚的七人座车款选择是非常少的 而这个 BR-V 就因为大空间还有这个价格是比较负担的起 所以在马来西亚市场销售的非常好 而事实上呢,这款车在海外已经有了第二代的车型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代的车型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就是外观设计的部分,它变得更为的精致 而且导入了非常多时下流行的设计元素 包括了全LED的头灯组,还有3D LED的尾灯组 至于在车身尺码的部分呢,它跟上一代的车型差不多 但是因为 Honda 空间最大化的设计风格呢 所以这款车的空间表现,大家并不需要担心 而如果我们只是看这款车的外观设计的话 你会觉得它跟现在目前在贩售的 Honda CR-V 是非常类似的 我个人觉得这款车的外观设计部分呢,基本上是还不错的 你有什么看法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 OK,在内装的部分呢,这款车同样的跟 Honda CR-V 有着非常类似的设计风格 我们可以在这次的内装设计上面看到的全新的触屏主机 而且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然后整体的风格,我只能讲实用啦 不知道大家觉得美不美,你也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然后在安全性的部分呢,这款车配备了完整的 Honda 身性 包括了这个车道维持系统,还有主动式定速巡航 但是目前我们不确定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带不带 Stop & Go 功能 但是无论如何,可以在这样子的车款上面看到主动式定速巡航呢 基本上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在引擎的部分呢,它同样是采用跟 Honda City 同款的 1.5 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19 HP 风筝流量表现 145 Nm 匹配 CVT 变速箱 这样的引擎输出呢,在同类型的这个 7 人座车款呢 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出色的 那么实际的驾驶感受呢,就要等到这款车来到马来西亚,我们才知道了 预计这款车会在 2023 年的上半年发布 不过目前没有太多相关的信息啦,我们还是等待 Honda Malaysia 的公布 第二款要讲到的车型同样的是一款 XUV 而且它的定位更低,是一款 X Segment 的 XUV 它就是 WRV 同样的这个也是第二代的车型 可是在上一代的车型呢 WRV 是用这个 Jazz 为基础开发的 所以它只是拉高一点的 Jazz 不过没有来到本地贩售 而我们听到一些小道消息指出呢 第二代的 WRV 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它在印尼的主要对手就是这个 Daihatsu 的 Rocky 还有 Toyota 的 Rise 外观设计部分呢,它跟之前的这个概念车基本上是非常的接近 同样的拥有 LED 的头灯组 而且是层车系的标准配备 至于在车身尺码方面呢,它则是比这个 Rise 小一点点的 不过就跟我们之前讲到的 Honda 最擅长的就是空间的运用 所以这个 WRV 的空间表现呢 我们看这个影片呢 基本上是不用什么担心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这款车基本上它的硬件细节跟这个 BRV 都很接近 甚至可以讲它们的内装是一模一样 所以在安全配备的部分呢,基本上也是一样 搭配了完整的 Honda Sensing 同样的也包含了 ACC 主动式定速巡航 引擎方面呢,也是同样的 1.5 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119 HP 145 Nm 匹配 CVT 的变速箱 至于在价格部分呢,我们以印尼的价格作为参考 印尼的 WRV 它的起步价是低于 City Hatchback 的 试想想看,如果这款车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话 它的价钱会比 City Hatchback 低一点点 是不是很有竞争力呢? 第三款车要讲到的还是 SUV 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像 Crossover 啦 那个就是已经在日本还有中国市场开放预定 甚至已经发布的 ZRV 它也是美国版本的 HRV 美国版本的 HRV 跟马来西亚的不一样哦 这款车它的主要瞄准对手其实是 Mazda 的 CS30 同样的采用 C Segment Sedan 的平台打造 车身之马也非常的类似 而且这个设计风格也非常的类似 它其实就比较像是一款稍微高一点点的 Hatchback 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设计风格可能是未来的主流 因为这样子既有这个 SUV 的高度 也有这个 Hatchback 的操控表现 所以我相信年轻人会更加喜欢这款车 同样的就像我讲到的这款车因为是采用 Cbit 平台的关系 而且它的这个轴距跟车身之马都比较大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 B Plus Segment 或者是 C Segment 的 Crossover 相信这款车未来应该是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 这款车有一个重点就是它采用的是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跟着一个 Seaweed F11 啊 我们以马来西亚版的 Seaweed 作为参考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79 HP 风值扭力表现 240 Nm 匹配 CVT 的变速箱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香呢? 另外呢 这款车其实在海外市场还有两个引擎选项 一个是在美国版本的 2.0 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在日本市场的 2.0 公升 IM&D 混合动力引擎 这个引擎的配置就跟这个 Seaweed EHEV 一样啦 不过相信混合动力版本有可能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至于这个 2.0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呢 马来西亚市场应该是不会有 但是前提是这个 ZRV 呢 要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啦 不过我们之前有跟 Honda Malaysia 的高层聊天一下啦 他们是不愿意透露这款车的信息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这款车会不会来马来西亚市场 然后如果这款车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你会选择它吗?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一下 第四款车它还是一辆 SUV 不过大家对这款车的兴趣应该比较高一点 它就是全新的 Honda CR-V 这边呢同样的我们也收到了一点小道消息 也就是说在明年的第二季度呢 Honda Malaysia 就会开始量产着一个全新一代的 Honda CR-V 这款车在北美市场已经发布了 它的外观设计跟 Civic F1 非常的类似 使去了上一代的流线设计风格 这一代非常的方正 不过我必须讲老实话 这一代的 CR-V 真的高贵的很多 尤其是整个车头设计 我看起来非常的喜欢 至于在它的内装设计部分呢 则是延续了这个 Honda Civic F1 的设计风格 老实话我有去看国外的这个 review 啦 就是这个试驾影片 内装的质感真的是提升了很多 而且这个空间表现 我只可以讲 Honda 的空间表现真的是无人可比 不管是乘坐空间也好 植物空间也好 那个表现真的是一级棒 然后在引擎的部分呢 就没有太大的惊喜啦 它还是采用我们熟悉的1.5L VTEC Turbo 引擎 马力表现也一样 最大马力表现是 189 HP 峰值扭力表现 253 Nm 另外呢它配备了另外一个动力配置 也就是 2.0 公升的 IM&T 混合动力引擎 而且据说马来西亚版本也会引进这个混合动力的引擎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但是有一点要告诉大家的是 全新一代的 CR-V 在海外市场呢是起价的 因为它们必须让出一个空间让这个 Z-R-V 生存 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本地的 CR-V 会不会涨价 然后会不会中间塞一个 Z-R-V 进来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做的话也是可以接受的 多一个选择也是好事来的 第五款可能在 2023 年发布的新车终于不是 SUV 的 它可能是 Honda City 的小改款 其实在泰国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小改款 Honda City 正在测试的这个叠照 但是因为目前相关的消息并没有太多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改了什么 但是相信呢它可能会把这个 LED 头等组 变成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另外在内装的部分进行一点升级 然后把这个 Honda Sensing 的功能更新一下 说不定这一次呢会有这个 Stop & Go 的 AACC 我相信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至于引擎的配置上面呢则是没有任何惊喜啊 大家都知道目前在泰国版本采用的是 1.0 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马来西亚版本则是有两个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这个 1.5 公升的 IMD 混合动力引擎 我相信小改款在这一个部分是不会有任何改动的 至于详细改了什么 我们就等待一下这个泰国方面传来的消息 最后我相信还有一款大家要问的就是这个 Honda Civic Type R 这个真的不敢说 因为目前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所以如果以后有消息的话 我们会单独做一期影片来告诉大家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讲到了五款新车 你比较期待哪一款新车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OK 最后就是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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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